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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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是一个完全内地化的景点栏目 成龙化身内地公安 凭借其几十年的号召力 明镜在当年赫岁档拿下5.34亿人民币的效果 而导演丁正目前正在制作的解救吴先生 也是一部具有内地元素的景点 已经定当今年国情档 走向全亚洲的国际化视野 从配置上来看 世道与2012年的孽战有些类似 都是大明星坐镇 然后在亚洲地区进行警匪争斗 天中甚至还动用了坦克 武装直升飞机 这样的重型武器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两部影迁都能被看成是准战争片了 已经超出常规意义上的香港警匪片 这样制作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吸引观众 毕竟在好莱坞大天呼风唤雨的市场中 街头巷战一类的中小型场面 已经很难再吸引日渐挑剔的观众 世道从阵容到场面都是十足的大天范 张学友 张家辉 张震 余文乐 石珍锡 崔史元等众多一线大咖云集 枪战动作场面也下足猛料 从格局上来看 影间把视野扩张到了整个亚洲地区 多个国家间的情报势力名争暗斗 此片显然是在向好莱坞商业大天靠拢 世道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警匪片 开始向大格局的国际反恐片进行转变 随着近年来电影市场的爆发 港产警匪电影已经走向了更大更快更强的大格局趋势 或依托亚洲或依托内地 在凭借强大明星阵容的前提下 不断开发出足够火爆刺激的故事 来吸引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